你上来之后就开始说一个词叫忤逆 用到忤逆这个词 就说明他经常给你会设定一些界限 设定一些目标 然后你会不答应 这里面就带来一个问题 其实我很能感受到他的心情 就是他对你的爱是束手无策的 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看第一个我拦不住你 第二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也说不过你 第三个要我离开你我也做不到 是吧 现在就带来一个问题 如果遇到束手无策的爱 或者遇到所谓你的那种忤逆 一个人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就是我们在爱情里面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就不允许有人追求你吗 那遇到追求者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一般男性会有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适度的反应 适度的反应可能我就生气 我就跟你说不行 我求你或我作一下 都可以 这是适度 第二个叫过激 过激的就是上手 用暴力的行为 或者说是边缘暴力的行为 其实摔那个 肉馅那个就是边缘暴力的一个行为 就用暴力来恐吓 这叫一个过激的行为 然后再严重一点 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它现在是处于一个过激行为的边缘 但是在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这里面已经不是大男子主义了 它就是极端性格 它的极端性格表现在一般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就特别容易激动 极端性格它的一个定义是什么 就是它在激动的时候的 它表现出来的形象和它平时是截然相反的 所以当极端性格所推动那个动作发生之后 它之后一定会痛回莫及 所以一定会保证就是我以后不犯了呀 我以后怎么样 我们不能说极端性格就一定引发家暴 但是极端性格往往会引起情绪暴力和家庭暴力 这就是问题所在 所以我们要不要控制自己内心的极端性格 因为你现在没有严重到那种程度 你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可控的状态 这个时候不要放纵自己 爱情没什么 今天这个女朋友就算分手了又怎么了 你如果放纵自己的极端性格 将来很有可能哪一天你失控了 那毁掉的是什么 毁掉的是你的一生 你父母的和你的整个的家庭 没有哪一个爱情和婚姻 值得人走到那一步 所以在这里面 除了我要讲女孩子要学会保护自己 我也要跟很多已经有极端性格的男生或者女生说 我们时刻要警惕自己情绪上的问题 时刻要警惕自己在生活里面暴露出来的 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的事情 很多事情它的收益是不够的 但它带来的灾难是非常巨大和深远的 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矫正 时时刻刻要开始 对自己的觉察 时时刻刻要开始 就这样 好 谢谢陆琪老师 关于陆琪老师说的那一部分 你自己好好地琢磨琢磨 有倾向 是不是到底是什么激发的 好好去想一想 摔饺子馅 当着一捉人 拉起就走 但凡这几种行为出现的时候 或者说女生在恋爱当中 你感觉到你的男朋友已经开始控制 或者灌输一些要求的时候 这个时候所有的女性都应该警惕 女生你也想一想吧 责任不完全都在她 自己去做选择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是我今天来这儿 不是说非要跟你断得那么彻底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你也做了很多 其他男孩都做不到 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事情 半夜给我送饭之类的 我都明白 就是时间长了 我就是想让你多包容我一点 就是拿出来你本有的包容和大度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我也愿意和你走下去 但是如果你这个总是改不掉的话 其实我对我们两个的未来 是有挺大顾虑的 其实老师们也说了 我知道自己的一些问题 但是我总是感觉 在那样的争执当中 我没有办法让你安静下来 我想说一些话你去听 你去想你去理解我 可是你总是那样 我也想过陪你长大 今天多理解理解我 我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 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 236 06 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看看这对年轻人 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看 男生好好想想吧 怎么控制自己 女生如果你真的还想 好好跟他在一起的话 学会不要激怒 来 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光 各位请见证 我也知道很多事情 是我过于可能故意找茬 故意不听你的 然后我也希望你真的 能多包容我一点 我还是相信你的 其实 如果我做的一些 都是因为我 对你不够信任的话 那么我愿意真心地 去相信你 你以前问过我 你愿意陪我长大吗 那我现在的回答是 我愿意 谢谢两位 来 请亮灯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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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